說回湖南最新的戰況 這裡是湖南南部 湖南北部 又有美國情報說 現在俄軍放棄攻入這個基府 不要說美國情報這樣說 之前俄軍是主動的 在基府的外面、東北、東北、西北、西面 現在看到湖南軍在基府兩側做反攻 而俄軍就變成攻,變成為守 這個守法 你進到湖南打 最主要是有沒有資源地守 沒有資源地守被湖南軍截斷後路 這些都成為俘虜 甚至是橫向回家 像昨天那段俄軍那段片 真的橫才回家 回到也沒用 再看南部的情況 烏克蘭軍也是向南部推進反攻 說回這個 別爾江斯克的碼頭 有網友問 究竟烏克蘭軍是怎樣做到的呢 我可以跟你說 別說你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首先 烏克蘭軍現在肯定不會公佈 詳細的報告 因為現在是戰爭時期 這是一個軍事行動 你公佈詳細的報告 就等於說給敵人聽 將這些資料告訴敵人 就很危險的 你看看一件事 什麼時候公佈呢 最主要是俄軍 即是說切尼這個叫做烏克蘭 甚至這個普京下台之後 可能過多一兩年才會公佈 你看看好像前蘇聯打阿富汗 即是蘇聯瓦解了之後 即是蘇聯入侵阿富汗 即是那些相關的資料 就陸續就會出來 即是好像這個情況那樣 所以你看到 再看回現在這個形勢來講 你看到這裏 就說 烏蘭軍反攻那個叫做黑爾松 那又在那裏 應該昨天發生 昨天公佈這段消息的 就說在黑爾松附近 又多一名俄羅斯的中將死亡 就肯定被烏克蘭軍反攻 而造成他那個叫做死亡 那又累計呢 就現在呢 就有六位這些將軍 就真的可以回家了 即是這樣回家了 那又看回這裏 這裏打了一個交叉發生什麼事呢 那之前呢 有講過這個奧德薩那裏 就不是有些 俄羅斯海軍陸戰隊 所以啊 維抗命令呢 大概在300人那裏 就不肯登錄 那現在呢 就發生在這裏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看回 看回相關很多段這些 的烏蘭傳媒的報道 就說回又是說同一件事的 那說什麼呢 就看回 就是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梅利托波爾 那裏呢 有70名俄軍 就說 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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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拒絕 就和這個烏蘭軍作戰 那麼 時間呢 就發生在這個叫3月24號 的 就 你見到啦 就 說到明了 就現在這個叫做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叫做梅利托波爾那裏呢 就為什麼 又是不聽命令 又出現一個暴亂 那這裏你見到呢 之前呢 就這個叫做 就叫做 發生了很多 其實很多這些 俄軍呢 不戰而行的新聞來的 那現在 看回 再70名這些 這樣的俄軍抗命呢 來說 會 帶出一個叫做連鎖反應 連鎖效應的喔 這個連鎖效應呢 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會影響其他俄軍的喔 因為你見到一樣東西啦 這些 你見到現在來講 去到現在 有六名這些俄羅斯將軍死亡 是不是和這些這樣的俄軍 有個躺平心態 甚至想回家的心態 不想打 有關呢 那你再看回另外就是這些這些報道啦 這些報道呢 也是 講回相關這個70名俄軍 抗命叛亂 就是這些這樣的消息啦 那下面呢 也都有這個講到明啦 是這個叫做烏克蘭武裝部隊 這個陸軍司令部說啦 如果這個白俄羅斯 就是派兵進去這個灣蘭裡面呢 就是參加這個入侵灣的行動呢 他就說 已經收到消息說這些這樣的白俄兵 就會計劃 就會一進來就會投降了喔 其實你現在這些相關的訊息呢 相關的訊息呢 相關的訊息呢 就是現在這個俄軍裡面呢 就是說 70名啊 這些這樣的叫做 就是叛亂呢 都是這個烏克蘭啊 烏克蘭這個 就是 武裝部呢 發出來的新聞來的 那你看看啦 既然有這麼多烏克蘭傳媒報導 就是你信不信呢 就是看回現在這個叫做戰況來講呢 打到現在啦 最緊要就是說 敵人的心態是怎樣 那如果摸到敵人的心態 摸到敵人的底 就是那個叫做底線呢 甚至那個作戰心理呢 其實你比烏克蘭方面 就容易打很多的 那你見到啦 現在最說回來 扎連司機啦 就已經說真的什麼都要 又要什麼幾百暴彈啊 什麼什麼呢 他都說明就會做一個叫做大反攻的 即是大反攻的意思 即是這些烏克蘭軍 即是你想想 我們都收到消息 他們應該 他們這些叫做俄軍 也都收到消息啦 一大反攻的情況之下 喂 你是這樣被人開罐頭的 你見到這些叫做俄軍 裡面 在這裡 其實你現在見到這些俄軍 即是這樣回家 打橫回家 其實這些信息在這個互聯網上面 就很多的 很多的 即是我們都看到了 他們俄軍都看到的啦 看到這些啦 即是等於我經常都說 現在俄羅斯裡面 就喪禮基本上多過婚禮的 而且這些俄軍這樣回去 有些真的很年輕的嘛 很年輕這樣回去 你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 打到現在這個情況 裡面 這個叫做 蛙蘭軍隊啦 即是以手 即轉手為攻 這樣反攻下去 來說 你看到俄羅斯已經 越拖 就越 越難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